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朋友只是听声音版 声音版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们所谓去片的时候 去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可能在外影的纪录片 或者我们自己出去做外影 跟一些历史或者古迹有关的事 我们出去拍拍完之后回来 因为只会配上一个音效 可能做了一些音乐配襯 但如果你只是听声音版 你就会看不到那个画面 你就不知道我们所谓的什么 为什么失惊无神呢? 刚刚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片的时候 原来就变成了音乐 其实就会出现那个版本 因为你要看到那个画面 你才知道原来不是现在的音乐 那么我们都会尽量 如果长的影片 我们就会配这个声音版 就是这个旁白的 也都照顾了这个 只是听声音的朋友 但是如果太短的 或者是讲解 比如一些图解 可能他们未必看到 所以都是鼓励大家 如果回到家用电脑 如果用手机 当然听声音 就会没那么快消掉 data 但是如果回到家的话 可以反过来 听完可以上去YouTube看 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 多用YouTube的原因 就是两样东西 第一我们希望 subscription 对频道的subscriber 就是数目会更多 现在都已经去到28,000 都增长得很快 我想大半年时间 都增长到1万的订阅 另外就是 听完之后 如果你想看回那个画面 就可以上去YouTube看 是 亦想讲讲那个城寨人 我们就会在下个星期六 就是第一次香港人 香港市的课程 就会开始 如果你们已经报名的朋友 就记住 准时下个星期六 三点到五点 就是 老师就会点名 那我们有一位 相当之空残的班长 就会拿着一条藤条走来走去 不是你 不要看着我 如果很多名字又不来的 就会受到大惩罚 所以大家记住 下个星期六 准时三点钟 在惠业街116号 上书局 就是香港人 香港市第一堂 提一提 有资料有讲义 大家不来 就真的不要以为 可以在YouTube看得回 是不会有的 真的要提一提大家 因为很多时候 有朋友上到书局 他们都会说 原来这么远的 真是怎样走 其实 出错地方 因为他落错车 首先 大家再提一次 记住 是牛头角地铁站 不是观塘 去牛头角地铁站 就出B6 是BOY6出口 由地铁站走过来 不会多过4分钟 穿过隧道 经过作价7亿的翠瓦总部 然后一路向海皮走 过了红绿灯之后 右转 是 应该左转 红绿灯 左转 红绿灯 右转 右转 过红绿灯之后 左转 右转 就会看到 楼下通常都有卡板 是 那里有个骷髅头 黑色骷髅头 在电房那里 是 是 我们的课程 很多入了会的城寨人 都说他们参加不了 因为我们有控制的人数 因为我们除了上课之外 是会有field trip 太多人 就真的连讲解都听不到 如果去到外面 即是外地的地方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也不用心急 因为这个是 定期推出的 一个普通的课程 所以如果这一季 你失败了 或者辞了报名的话 下一季我们推出的时候 会用电邮方式通知你们 因为已经有人参加过 就不会再参加了 所以大家总会有机会参加得到 是 也提到大家 因为有朋友说 我收不到城寨报 为什么呢 后来有朋友回到电话 就说原来是跌到 spam mail 也有些人跌到 promotion 的 mail 因为我们为了方便起见 就是用一个叫 mailchimp的 software的 website 就是一次过 因为我们也有很多人 所以不能逐个打地址下去 我们就用一个这样的 service 去发出那个电邮 如果你自己的电邮系统里面 你设定了 就是说 凡是这些one to many 发出的 你可能阻止了 就会跌到spam mail 你就去自己翻查 或者在立法桶 或者spam mail 就可能找出来 是的 那个电邮的地址是 圣寨club.gmail.com 是的 而大家就会问 究竟星期几天出售 这个城寨报 其实就是逢星期一 逢星期一 逢星期一 我们try to 是在 晚上7点之前 7点之前 因为要排到最后 我们通常排排 究竟排什么 就是因为 老老组组仍然有人在加入 所以我们就用 那个唯一的 那个星期的 人数 那个日 星期一 7点之前 晚上就会出 那份报纸 如果你在那个时间之后 的两个小时 你仍然收不到 那就请你联络我们 因为你是有了会员号码 那你就用回 我们发送会员号码给你的电邮 你发送给我们 你说我们收不到 那我们就会再发送一次给你 那个城寨报的内容 不是我们把Facebook 或者我们节目的内容 把它变成E-mail 发送给你 其实不是的 那个城寨报 是我们一个 Digital的报纸 那里面 每个星期 我都会写一篇长的文章给大家 那里面 亦都是跟我们的节目有关 亦都可能 亦都是跟那个时事 和社会 或者是一个政治发展 有关的东西 所以你入了会 之后 你就会收到这份城寨报 你就不要当它是宣传 叫你捐钱 或者叫你看节目 不是这些东西 不是一些市场的材料 是Taylor made for 我们自己的城寨人 有阅读的质量 亦都有很多朋友说 快点更新的网站 所以我们已经说过 叫他们尽快更新的网站 Time table program 对 没有时间表 另外 城寨报这件事 我们稍后会发展下去 会是一个文字的网站 除了 direct mail 之外 亦都可以通过城寨报 看到很多我们邀请回来的blogger 他们的一些意见 对很多问题的看法 也不纯粹是政治的 有阅读 有电影 有体育 有音乐等等 我们慢慢就会 比较向一个多媒体的 一个形式的方向发展 有很多朋友 最近因为入会 他们都会寄一些资票给我们 亦都因为他们可能有些资票给我们 但是大家记住 因为我们城寨 是没有自己的币 现在我们正在用Applications 即是上书局的币 如果你的资票上 那个To 即是Pairable Pairable的人 是写城寨的话 我们就不能入票 所以 因为我们收到一个朋友 寄来的资票 就是鄭小姐 Laura 希望 因为那张支票上款 是写城寨的 我们是不能用的 不能入到的 你可以再写一张 来写Up Publications 那应该可以了 所以希望 Laura 鄭康慈小姐 可以联络我们 因为我们收到 银行的一张退票 因为你的抬头 写在城寨 但其实我们城寨 没有银行户口 只有 Applications 你看看我们的 Facebook 那些Post 也有写到的名字 没错 即是 它的银行户口 它后面全符合 但就是Pairable 那里写在城寨 再提一次 大家 那支票抬头 不是写城寨 而是Up Publications 亦不是上书局 因为有人以为 是写上书局 因为我们在银行的登记 是Up Publications 所以拜托 大家记一记 还有 鄭康慈小姐 请和我们联络 我们的电话 是251-21002 台务就说完了 还有 星期一 新节目 又会再登场 就是探险队1842 有人说 为什么我错过上一集 其实上一集是没有的 因为下星期一 才是第一次播出 有些片子才剪好 刚才剪好 第一集 也挺有趣的 就是什么是香港人 香港人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题目很敏感 本来是不敏感的 但现在就变成很敏感 所以希望大家留意 我们策划几个新节目 譬如何俊仁和我的《幻看历史》 第一集 《素颜周恩来》 其实大家都反应都很好 大家都想不到 何俊仁本身 其实他对近代史 现代史的认识比我更多 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所以 亦都是对于 对于形式今时今日 共产党来说 是一个 我觉得 大家有什么需要 第二个节目 就是我和范国威主持的 《政治咖喱饭》 其实我们策划那13集的内容 是从各个方面 不是食花生 不是讲时政 比较理论 和有系统的讲出 香港过去 由殖民地到现在 那个政治发展 究竟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希望我们策划多些 Lawage Base 其实是以知识为本的节目 就不是纯粹 几个人坐在那里吹水 吃花生 这些是在酒吧都听得到的 或者是在维园阿伯那种式的节目 所以第三个节目 《探险队1842》 就是我们找到教协的一些朋友 都是中学里面的 通识和历史科的老师 也是很有热性 就是什么呢 是去讲解 由1842年开始 我们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文化认同 很多一些在我们生活里面 仍然保留到的一些特色东西 是怎样来的呢 它的前世今生是怎样的呢 我们也尽量发掘多些 multimedia的内容放在里面 我们其实有 现在还有大概三到四个节目 是想推出 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难题 就是要找人去帮忙剪片 其实我们的组织也不够 因为大家都不可能每一天都要 现在我们已经有两个帮手 即是阿邦和阿兹 但是如果我们要加节目 其实我们仍然需要增加人手 所以如果真的有朋友 你可以帮忙剪片 以及做我们的组织 我们就有能力可以再推出新的节目 我们的剪片 其实是两方面的需要 如果你是懂得用普通的 iMovie 剪辑的东西 就可以帮我们剪辑 剪辑我们一些拍摄回来的外影 譬如举例 我介绍维多利亚城 即是中环的维多利亚城 这样拍了剪片之后 做VO 以及将它用剪辑到播出来的时候 是专业水平的 不要觉得我们是一个很长 以及很沉悶 基本的剪辑 即是什么呢 加VO 加片头片尾 中间将剪辑出来 或者可能加配乐 所以如果你有基本剪辑的知识 又可以有时间 又愿意支持我们城寨 希望做一些节目出来 除了大家看完之后 可以给学校用到 很多其他不同的机构 都可以用来用 因为其实我们香港史的节目 也好 政治理论的节目也好 其实都是通识教育的素材 没错 因为我们想做一件事 已经说了差不多三年了 都搞不定 真的不懂得做 就是我们很想去剪辑 在节目里面 譬如 一些生病 一些生病 即是我们所谓的金句 希望可以剪辑出来 就放在其他的节目时段里面 让大家听到 原来这个节目里面有讲这些东西 我还没听 就可以回到 即是可以达到更多的人 以及提起大家的兴趣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也不是纯粹宣传简单 而是可以达到一些 譬如他本来不太活跃于新媒体 不是听开网台 譬如他可能是一个小学老师 原来他知道 原来有讲这些香港历史的东西 或者有讲一些 跟公民教育有关的东西 讲政治理论的东西 讲近代史的人物 这些就是 但是我相信 多媒体本身 是有一个自己的特色 是什么呢 是可以更加容易去达到 没错 去接触到那些人 我们希望 与此同时 与这些节目做字幕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朋友 他们说 我不太懂广东话 可不可以做字幕 然后可以看 我觉得是可以的 现在我们有一个朋友 我们未见面 就约了下个星期一 如果我们谈了一点 就尝试找一个 其中我们有九个节目 就用一个节目 拿出来试试 如果做到字幕 希望可以陆陆续续 所有的节目 都可以跟他做字幕 逐步改良的水准 现在我们的第一步 就是拍片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可能是新闻图片 一些外影的短片 接着我们希望 可以剪到一些声音笔 做到音乐 然后如果可以同步 就做字幕 是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很多人说 新媒体就是 大家唯威唯 柴娃娃 搞网台 私怨荡花生 我们从开始到现在 我们的宗旨都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希望是什么呢 就是令到新媒体 一个正面的功能 可以推动社会改变 但不只是我们 大家坐在那里发疯 否则我们星期六 下午就有很多东西做 就不需要坐在那里发疯 其实也没有必要 叫大家听 所以我觉得 我们希望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它有一个知识为本的节目 我们尽量策划新的节目 都是希望做到以知识为本 那些东西是贴身的 贴地的 不过后面是有knowledge 所以也需要多些的 multimedia 的内容放下去 增加它的吸引力 将一些原本 大家觉得很艱深的东西 很离身的东西 将它变成一些很贴身的东西 以及和你的生活 息息相关的东西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呢 其实和我们今天的题目有关 其实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说的 我们就说香港的媒体环境 已经暴入寒冬 暴入寒冬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政治势力的入侵 这个就是所谓的染红的问题 包括TVB 已经是染红 接着就是阴干港台 你看到昨天林郑月娥 在记协的答案会里面 竟然说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是好看 香港电台33台的垃圾 原因是如果你不理解的 当然你会觉得好像很对 但是如果你知道政府和建制派 如何阴干港台 将所有港台的发展计划 完全阻止了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31台33台会搞成这样 是 这个完全就是政治的出发点 好了 这个阴干的行动 已经发展到什么呢 有线电视 已经面临经营危机 就是母公司 所以这个九仓集团 就说不会再拨资金下去 就是给这个有线宽频 就是经营有线电视的公司 有线宽频 就是另外一间上市公司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 就是讲有线电视 实际上是讲什么呢 就是香港的媒体环境 无线电视的发牌 据说现在邱达昌已经组织了一个财团 去申请亚视的牌 但是这个亚视申请的机构集团 竟然就是他们只是做财经新闻 是不会做其他东西的 所以你说一个大众电视的牌 他只是做财经新闻 就是说大家越来越通过 免费的媒体里面 对香港社会 对香港的政治 国内地的新闻的认识越来越少 因为我觉得是免费频道 他如果收责到 就比以前亚视更差 亚视也要有剧集 有多少的新闻时段 所谓的经济报道 即将来申请免费电视牌的邱达昌集团 其实只是做一部分财经新闻 而大家也要想一件事 就是究竟在这些财团的背后 是什么人 如果他们去做财经新闻的时候 究竟是不是信得过呢 你想想一下 财经新闻 其实都可以是财演 那些财经新闻 财经新闻之所以 能够赚到钱的原因 根本就不是新闻 大家便会问 什么是财演 很简单 通常那些 然后便会给你个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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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你便便继续持有 然后当然在一个影片尾上便会问你 什么叔叔 什么哥哥 你没有拿着这个持股量 他肯定会说 其实我没有 但问题是 他当然没有拿着这个持股量 但他要说这段新闻 有人会给他某些利益 大家先不要放货 帮忙拿着 财经演员的利益 就是他不是自己 担着那些公司的股份 财不会 那是犯法的 原因是他可能是受庄家所托 而通常有些大装小装 就是帮某些股炒上去 要散货 便会通过财演 叫你帮忙接 其实我也会说 那几套语言 第一 第一 我不明白他们经常用一个字 就是什么板块 我听起来觉得 这些大陆用语 真是浪费 即是说 这个板块 这个板块 板什么块 根本就看你老闆是谁 第二 就是什么呢 那个Ranger的宽度 譬如城寨这只股票 如果他有能力尝试 58元 但是如果他上不到58元之后 他会再下跌的话 他的价位可能会去到3.5元 大佬 由58元到3.5元 中间的Range这么大 即是你都说了 你明白吗 接着如果对股市的预测也是这样 最近升得很厉害 他说有能力尝试22000点 但如果上不到22000点 下面的支持位一直下跌的话 就会是18000点 4000点 你说也可以 他说也可以 阿邦说也可以 所以这些财演技巧 大家要分得清楚 等于有一些化妆达人 其实他是推销自己的化妆品牌 所以这些是财经达人 可以这样说 做财经新闻 其实是找不到食物的 报财经新闻本身 反而就是这些 由早上到3个小时 坐在那里 一路给个号码 假扮报告新闻 还有打电话 打电话给麦叔叔 麦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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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电视 香港人的感受很复杂 对于友善 现在未知是否倒闭 什么时候倒闭 不知道 总之就断水口 甚至其间 可能会出现中之白武士 最大可能 因爲现在我收到消息 就是已经 有人招售 在组织资金 到香港人 到时就不要吓吓吓 要不就没有 要不就染红 大家无可奈何之下 友善就会染红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大家的反应 这么复杂 友善的确定的营运是有问题的 管理层也是有问题的 以过去最经典的 希特拉也不能复杂有线为例 那段影片 我相信大家在网上也看过 最好笑的是什么 当希特拉也不能复杂有线之后 就发生了一个现实上的刑事案件 有一位不能复杂有线的观众 自己亲自带着刀 去荃湾的有线电视大厦 故事不是这样的 故事就是他打电话 去给有线的客户服务部 就说我们要取消有线电视的药 我不要了 到期他也不是毁药 到期我不要了 就断了 有线跟他说 我想很多现在听的朋友 都有这个经验 我也有这个经验 他就叫我们 你不能在电话里切断 你去我们的店铺 首先 这个朋友真的去到店铺 去到店铺 不是通知那个人 他就告诉他 以前我试过 在有线 去到店铺填表签名 就是由他想交回有线的客户部 没错 谁知道现在不知道搞什么 他的店铺都没有了 他的店铺首先都没有了 结果这个人乘搭车 走去荃湾的总部 就是他的露影厂 露气匆匆 就把刀押进去 去了 他进去 不是不是他还没有 他进去的时候 他就说我要剪掉我的服务 那个人就说等等 他当时已经很怒气了 等了一大论 他就带了他进去一间房 真的 周星馳也想不到 这些剧情 带了去一间房 然后 跟着 就指示他 这是个电话 打这个电话去剪掉 结果他在那里 又回到他之前打的电话 那就斩人了 真的 所以这件事之后 有线的客户服务 被消委会批评得很重要 后来也改变了 但是 大家不要少看这个 希特拉吸不到有线 以及这件事 因为吸不到有线 而斩人的新闻 实际上是什么 大家想想 当你有车上了车 是下不了车的 你会不会再搭这辆车呢 即是说巴士 是会飞站的 是你永远去到那个位置 你都下不了车的时候 我能远 走远一点 或者比贵一点 坐小巴 我都不坐巴士 所以我就说 有线管理层 是通过阻撓客户窃台 来保持住客户数目 肯定是管理层下的策略 当然 不关联益 不关联益 不关联益的人士 我打工 你还拿刀出來 天天被人骂我 拿刀出来 我很害怕 第二就是 全家都被你问候 我只不过联益 接线生 你说要Cut 祝你Cut 就给你身分证 我就跟你Cut 当然 收到打 就是谁听到电话 都不能Cut 其实我们觉得有利益管理层,在某程度上是有很大的责任 第一,你如果用这样的态度去代理客人 我看到隔壁的肥子这样,咳来咳去都不咳,都搞不定 不要搞了,我宁愿一个月收得我十皮八块多些 最低限度,我有什么觉得不妥的时候走人 我不跟你签过24个月,30个月 因为你现在看看,很简单 我看到新闻已经出了,那个人甚至变了刑事案 就算出动到传媒的事,上了新闻 他们都仍然不改 你想想,你还是去鬼鬼祭,还要去拆船 这就是最难看的,也是自取滅亡的营商手法 等于一间卡拉OK场,或者以前那些黑店 就是说卡拉OK场,进去完之后 生果盘原来是五百元的 等于你不给,动几个大汉,那些 我们经常说,为什么你不会进去做这些面子 不是说我想省三百元,而我不做那些面子 而是我在担心,米仔 那些是迷人纸来的,进去三百元,变成三万元 而且永远都预不了期 最可憐的是,我只是告诉你,我做了一次 试试吧,进去之后,我脱了衣服 接着就来拆你这张卡拉OK 拆了三百元,当然觉得不是狗狗 不知道是什么人 即是最近最经典的,五万元两支雙非人药水 旺角那些药房 为什麽呢? 两万一支 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在我自己来说,我真的宁愿在旺角那些不舒服 都不会进去那些药房 买的Panadar也不会 我宁愿贵极,我宁愿去七十一买也好 我真的,我宁愿,就算我知道那些神仙是贵的 我在一个铜锣湾,一个旺角,死也不会进去 真的要吃止痛药,我宁愿去七十一买 千万不要去那些药房 因为那些药房,第一,价钱不只是贵了十七八块 最惨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会流 你买完后,也不知道会吃了什麽 你现在有线的问题 其实就是希特拉不能剪掉有线 大家当作搞笑,其实不是 那是民份的爆发 剪不了有线,这是过去十年以来 有线有意识的,所谓用尽方法 不让你留客的管理层指示 另外一件事,除了我们经常在电视上 听到说,不能剪掉台 希特拉搞不定 另外一件事,我想很多朋友 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是什麽呢? 在你那两年二十四个月,或者三十个月的合约 你中间,通常 不要说很频密 我觉得不会的 通常一两次 在那两年时间 一两次,你的接收一定会坏 好了,而坏了就不是几个钟 很可能是怎样呢? 你会发现不穿 你会打电话给他们 叫他们来弄一下 好了,告诉你来弄一下 整个过程就是怎样呢? 明天不行啊 下个礼拜一 今天星期五 下一个礼拜一 最快的 但下个礼拜一几点? macht 7 到 9 点 你已經噴煩了,算了,也算了 那星期一來到 你當然跟他說,我這麼多天都沒有了 但你這麼多天都收我錢,你是不是應該還給我呢 他回答你,是有的 通常如果你不發狂地告訴他 你要留下那幾天,他當然不會理會你 亦有很多人不記得問這件事 到你發狂去追他 追完他,我給你 他知道他什麼時候給你呢 在你約滿 而你是不能接台的 在你約滿的時候,我再給你 你就是騙人 第一,阿水會記得 除非你還有下星期約滿,你才會記得去追他 如果你告訴我,三個月之後,我的台就到期 我才來追你 都不會有人去追你那幾天 就算我當你記得,就打電話去 當然那個就是我,我試過 我打電話去,我就說 你什麼時候幾年幾月幾日呢 我錄下了 我幾年幾月幾日呢 幾時他來過 他就說他欠了我三天,叫我還給我 那樣的 那個夥伴者就說 蛤?你可不可以出事證據 搞笑的 不是,你一定有我的紀錄 你和我弄個遊戲 他就說,好吧,我幫你跟進 永遠就是石沉大海 再你去追追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做了一樣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的生意是靠這些方法 去營運的話 就遲早死了 坦白說 有線電視最值錢的幾樣東西 第一,它的網絡 這東西是隨著WiFi普及 已經越來越不值錢 但是它曾幾何時是值錢的 你記不記得有線的網絡 甚至比HKT的網絡更好 入屋的時候 第二個就是它值錢的什麼呢 其實就是它那90萬的用戶 當然 你直接可以有很多東西 可以達到它 大家可以建立一個關係 一個community 而有線永遠就是 被人留下的是什麼呢 就是不讓你離開的 一個像黑社會一樣 是有得入會沒有得退會的 你想想那些有線的用戶 矛益就可以成為很大的問題 因為它沒有得退會 進入後就 第三,其實就是它製作的內容 如何通過內容 衛生產收入 你們可以看到 王陽市的這三個東西 其實是完全沒有策略的 第一 它有線路 就是 直至WiFi互聯網開始普及 高高的方式 候選率 越來越不值錢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知道 他已經過了這個 lead time 而他從來沒有發展到他的 network 的附帶其他東西 有一件事我是很不明白的 我家裡的友善真的到期 剛剛上星期到期 這宗新聞之前 其實我也有想過 不如我們快點去續分 曾經想過他續約 因為支持友善新聞 因為我們很喜歡那個友善中國組的新聞 以及他的新聞台 在我們來說是唯一可以看的 很重要和是Quality的節目 我們一定會看的 但我真的走去續約 我一直以來 我記得在北角有一個有線店 當我走到那裡 我發現那裡的東西原來變成CSL 我心想沒有了 去哪裡續約 然後我就想 算了 既然找不到他 我打電話跟他續約 然後我就說 你現在新的約有什麼提供 我們有什麼提供 他告訴我那個提供的提供 我覺得是不能接受的 他跟我說 有啊 我們的新提供 會給你新的 remote control 遙控器 我說我要新的擁控器 做什麼 那新的擁控器和舊的分別 然後他就說 其實比較新 我說不用要那個東西 然後他再說 其實那個東西可以 不知道我再換上set-top box 換上盒子就可以看高清 然後我就問他 其實如果原來你的節目已經有公清 為什麼我一直都是你的客戶 為什麼你不給我呢 你明白嗎 我現在是俗 其實事前 既然原來這些東西已經是 是 available 為什麼你不給我呢 然後他就說 我們其實只是把這件事給新客戶 如果我是一個舊客戶 我聽到一件事 火灌的大哥 你在懲罰最友善的人 沒錯 就是說原來 不直到我到期 不直到我打電話跟你說 你都不會給我那個 box 就是說我永遠還在看那些 整天壞 還有 還有 你說幫我聽不是高清的 這件事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想你的客戶 有一個 忠誠 就是培養一班 大哥你十幾年都培養不到忠誠 顧客真的死了 是的 我也光顧你這麼久 你也不肯給我那件事 你也不自動 你有了 你就告訴客戶 我給你升級 因為我們已經換了 升級了我們那個 box 給你了 而你是要去到 我要跟你講價 我要問你 然後你先說 我給你一個東西 你還要說 只是給新客戶 就是說你的舊客 永遠都是被懲罰 既然是這樣 我心裡就會想 既然是這樣做什麼 好了 到最後 我就問了他一件事 他就說 我想問一下 如果由我自己續約 或者我剪掉這個台 然後找一個新客戶 來上台 那又有什麼分別呢 他說 非常好笑 那我就有一個quota 我告訴你 有線之死 雖然我覺得 對香港的新聞 是有打擊 待會我們再說 但我覺得 完全是一個 所謂商業營運的失敗 你看一下 他是Fresh Mover 也是有線電視的牌 實際上只有他 其他都沒有運用過 也是鋪開了網絡 也有90萬用戶 而營運了這麼久的時間 是沒有能力去培養 一群忠實的消費者 以及吸引一群獨特的廣告客戶 你看到那些廣告客戶 他連無線電視都不如 正路來說 有線電視的廣告客戶的含金量 如果你的規模 這麼清楚的數據 全部都起碼 光顧有線的 不會是沒有消費力的人 全都是白兔製藥 以及那個肥仔 也不是 奶粉 總之你在有線 基本上 就算有藥士 都可以看得到奶粉廣告 還要同一個 在一晚中 真的可以超過50次 如果你說Rosell 捧紅了車屬媒 以及宿便Jacky 有線就捧紅了什麼 就是那些 懶天真懶老職的奶粉小孩 真的 另外就是什麼 就是那些賣藥 其實你做過媒體的廣告 你也知道 Pharmacy 的類型 其實含金量是最低的 是嗎 相對起 例如Air Line 如果我們以前 什麼叫做 最高級的客人 例如 現索公司 現索公司 銀行 航空公司 名牌車 就是Mercedes BMW 那些 還有一些 什麼讓我們視為 沒有東西 這些 美容院 食股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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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慘 那些 菲庸 得成 有線就是得成 是嗎 那些 那些 在我們來說 就算我們接了這些廣告 我永遠 把它放進去 我們經常都說 我記得有一個術語 就是撞了他 什麼叫撞了他 就把他推進去 一搭 不知道是什麼廣告 還要塞他去一些 一定不會是我們頭版故事 如果我們在傳媒來說 為什麼呢 那些就是 我告訴你 有線 最經典的是什麼 有兩個廣告 一個叫廣東信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他用手機拍得好 第二個 掩生開奶茶 那個肥仔 每一次看到 你都會聞 為什麼會找個肥仔來拍廣告 什麼叫開奶茶 我問了他很多次 你每一次都問我一次 開奶茶是給媽媽喝 還是給孩子喝 我說我回答不了你 究竟是什麼來的 如果你覺得Rosso倒閉 是因為車屬梅 和宿便Jacky 有線倒閉 都肯定是和衍生開奶茶 和廣東信泰 是有關的 我覺得 真的想死 其實這次有線說 有可能接賣不做 其實變相是累死了新聞台 因為實在 如果你說在新聞台的立場 他們實在是一群有心做的人 不過與此同時 你就要問一下 為什麼他們的管理層 這樣對待自己整個生意 就算你說那個電影台也好 我想你都非常熟悉 那個4月1 4月2台 在整個新年 基本上是由燒頭早到晚上 由初一到初七 都沒有停過看到周星馳 那些電影就是這樣 我怎麼算過 在晶月中 龍過雞年出現了超過五十次 但是記住 這套龍過雞年不是十二年前 是二十四年前的雞年的電影 是二十四年前 梅彥芳也過世了這麼多年 所以我說 我看有線 不只是看新聞台 我覺得有線電影台是周星馳台 還要不是現在的周星馳 是看一本漫畫《走天涯》 《破壞之王》等等 那個年代的周星馳 當然對很多人來說 好像我這麼喜歡周星馳 和這麼眷戀 八十年代廣產片的人 是很少的 大家對那個電影台都頭尺 我現在Netflix 我今個月登記都不用錢 你正正提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譬如Netflix 第一 它是每一個月計算錢 即是甚麼意思呢 你可以剪 中間就剪掉 譬如你現在說我要去旅行 這個月我不要了 我要出去三個星期 我現在省下幾十元便可以了 然後下個月回來 它又歡迎你又上去 第一 沒有任何的罪罪 不用打電話 不用打電話 不用帶刀進去 更加不用去荃灣 第二 我只要在家裡拿起 我只要拿著我的iPhone 就可以搞定 還要是即時我就看到 就不用告訴你 又什麼又文 可以這樣說 我們城寨的廣告 是絕對比有錢電視 大家留意一下 我看到現在有麥當勞 youtube放下來 我們城寨 我看過有LV 有Tiffany 有麥當勞 有Samsung 有Nike 等等這些名牌廣告 所以你想想有線那門生意 新民台大家都知道是燒銀子 但是有線在過去多年的經營策略 是拼來拼去的 一段時間就投資拍劇 大哥你做TVB做的事情 而你的明星制度又不及TVB 你怎可能去撼無線電視 免費電視的最強項呢 結果益了哪些呢 就益了那些徐小明那些 就是幫他中間製作了電視劇 或者電影 或者去拍電影 坦白說你一個電視台 如果你走 HBO 或者Netflix的模式 你知不知道別人的Netflix 拍一套House of Cards 他一個Seasons的製作成本 是遠超過一套 荷里活的A級製作 即是說的是拍什麼 說的是別人的荷里活電影裏 拍LALA那種製作成本 都不夠拿來拍一套Seasons的House of Cards 你有線聘請了那些恩星 然後拍了那些電影 你又何來可以幫你 在上客那裏拿到 結果有線投資的電影全部失敗 陶傑那裏也是有線投資的 那個愛沉迷 所以你想想 這個也是 結果發了那些有線的營運管理層 而台本身是蝕水的 你很簡單 我覺得最出色 一直有線有兩條線 如果他有英超的年代 事實上他講波的英超 那些人喜歡看有線多過現在 第二是什麼 就是新聞台 其實是兩樣東西 其實其他無無謂的 你全部剪掉 你看他的時政節目 很多我們都認識的人 陶傑在做的那些 完全沒有聲音 那個節目的形式 到那個內容 又不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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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可以比微 但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有線是欠不下的 就是你自己看看 除了我們剛才所講的一個體育台和一個新聞台之外 其他根本的可觀性是很低 既然是這樣我就會問 如果我每個月給三百多元 三百多元 給三百多元去看 那你就會想 我十幾元一天 如果我剪掉它 我在網上看其他不同的資訊節目 當然我沒有了新聞台 為什麼我們被迫逼的 就是因為新聞台 如果你告訴我 你連這些地方都做不好 我就會問 其實我為什麼還要做 如果我很簡單 我CNN模式 我CNN不會搞其他事情 我只是做新聞 你應該剪掉所有其他的台 我連那些人都不讓 不要說Adminstaff 我只是營運一個新聞台 不是 我相信香港人是願意給 就算你說二百元 我只是看新聞一台 新聞二台 再不是 我們把城寨的節目賣給他 這樣的話 我猜他收三百元 都會有人幫助他 那你為什麼要賣給別人 為什麼自己不能做 我們可以分帳 這麼多這些 其他免費內容的節目 你怎麼跟別人競爭 如果不是 你應該做自己最擅長的事情 這麼多年有線電視的品牌 是什麼 不是電影一台 電影二台 不是Discovery 什麼都沒有 也不是那些色情台 而是有線新聞 等如CNN一樣 你就做最好的事情 最集中做的事情 然後切掉所有的價錢 就是養著新聞台 你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願不願意光顧 至少我願意光顧 會 我們有線的遙控 都不按 電影一台也不是 所以你如果有一個很專注的營運模式 仍然可以生存 但最慘的是 當他的網絡是最好的時候 他沒有用盡他的網絡 去發展什麼呢 網上購物 或者是跟觀眾交流的事情 他那些時政節目 投票又老套 又不interactive 沒有互動的 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坦白說 YouTube免費 YouTube Live Facebook Live 到跟你競爭的時候 就沒得競爭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講講另外就是有線新聞